你知道我坚持了多久吗 你知道我为了这份坚持 承受了什么吗 你知道我为了 放下对一个人的坚持 我做了多少努力吗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这次又是第一 你得请客 是啊 这才哪跟哪啊 那个刚是选题 后面要是真看灯了 肯定请客 你也太牛了 你是怎么联系到 这个杨帆的尹总 这么大的企业家 居然接受你独家专访 也没什么 他是我爸高中同学 厉害 厉害 你这个山城环保卫视 这个选题也不错呀 那是我姐替我联系的 他们现在比我还积极呢 可以 可以 你和我都交流啊 喂 邓老师 邓邓 你在哪儿 我在加班呢 怎么 冷藏 冷藏 你为什么要撒谎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刚在你报社开了会 张老师和我说了 你选题垫底 麦老师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我 你别那么容易灰心 这不像你 不就是选题有问题了吗 你改不就行了吗 可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改啊 我也不想改 可能我就不适合当个记者 这叫什么话 就因为这点问题就否定了自己 否定了大学四年的努力 也许我大学四年就是白白努力了 原来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 只要努力任何事情都可以达成 其实每个人手里的牌一开始就注定好的你知道吗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那副最烂的牌 别人可以轻轻松松采访到一个大咖 我采访一个棒棒都差点搞不定了 我们宿舍四个人 小雨他有一个好爸爸 不愁也不慌 大姐他已经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 皇甫也马上可以回上海工作了 只有我 最努力的那个 就要被报仇淘汰了 马上我就要什么都没有 姥姥 你的想法太极端了 现在还没分出胜术 推万不来说 就算这个实习工作没了 你可以再找啊 你之前不是说想考研吗 任何想法你不要这么轻易地放弃啊 我只是认清了一些现实罢了 也许有的努力 就是徒劳 没有努力是徒劳的 除非一开始你就觉得这个事情 你不应该这么做 邰老师你干吗管我 你是我学生 我是你老师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不要轻易放弃 但你别管我了行不行 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 别放弃 你知道我坚持了多久吗 你知道我为了这份坚持承受了什么吗 你知道我为了放下对一个人的坚持 我做了多少努力吗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有时候无声多谢 有时有经验光语 有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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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智恥 我认识的夏朗朗 无论何时何地 身处何重境遇 都能疲情沉寂化解为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